大家好 欢迎来到诗说栏目 在前一期里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中年人在多重压力的延续之下 最终出现心理衰竭 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为了说明什么呢 其实就是为了说明这张图 这张图是现代都市人的这么一个压力状况的 这么一个体现 首先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 现代人压力多元的延续的 每一个压力的三个心理周期是彼此纠缠在一起的 而且是相互并行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什么呢 我们这一个讲座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们怎样去面对这种压力 我们怎样去解决它 我现在给大家看另外一张图 好 大家看到这张图了 两边是两件东西 一边是铜 另外一边是什么呢 黑火药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提到过 压力是什么 本质是情绪 造成的消极情绪 各种各样的消极情绪 以及这些情绪诱发的认知偏差 好 每一次面对压力 我们就会在内心深处积累下一些消极情绪 我们可以把这些消极情绪看作一把又一把的黑火药 今天我面对这种压力 我愤怒 明天我面对那种压力 我觉得无奈 很有挫折感 然后后天我面对的这项压力 让我觉得特别的紧迫 非常的紧张 一把又一把 各种各样的黑火药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 都有心理耐受力的极限 我的和你的可能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脾气急 别人都说了 雷明这个人脾气不好 沾火就着 为什么呢 我的心理耐受力 容积有限 就像那个小桶 就像图上的这个小桶 有些人脾气特别好 老百姓说了 这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啊 三拳打不出一响屁来 他的心理耐受力很高 这个好脾气 就是咱们刚才这个图上面的 这个大桶 他能装的黑火药多 但是不管你的心理耐受力 高还是低 这个桶的容积 是有限的 而压力呢 各种各样的压力 多元压力 彼此心理周期纠缠在一起 并相互并行的压力 会不断的给这个桶里 一把一把的添黑火药 如果我们对这些情绪 这些黑火药 不加以处理的话 这个桶早晚会满 等一个木桶里塞满了黑火药之后 它就是一个亦燃亦爆品 一个火药桶 一个火药桶 以前在给企业做讲座的时候 金融企业 有一个做柜面的 一个大堂经理 他们营业场所的大堂经理就跟我说 说雷鸣我怎么 我现在最怕听见别人吵架 我现在只要一听见 客户排队 客户跟我们那个柜面的服务人员 一争吵 哎呦 我这心跳得这厉害 为什么 为什么心跳得这厉害 快爆发了 快爆发了 这个爆发 一桶黑火药爆发 砰的一声 你猜它会炸着谁 有没有可能炸着自己的亲人 有 想想前面节目当中 咱们提到的那位低落起儿子 一通是家庭暴力的老爸 那一天 他那个桶里放了多少黑火药 啪叉一个杯子脆了 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拎起来 逼了巴拉逼了巴拉 那桶炸了 炸着谁了 炸着一个无辜的小孩 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还提过 王熙凤 王熙凤也炸了 炸着谁了 反正他是确实是砍到了鸡 砍到了狗 虽然没有砍到人 他也炸了 钟先生也炸了 钟先生到最后 他那个桶炸着谁了 炸着他自己了 这就是压力有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 或者说对我们自身的危害 以上雷鸣老师用火药桶 这个形象的比喻 描述了压力过大 对于个人家庭 以及社会造成的危害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有什么方法 可以有效地排除压力呢 我们心理学讲 处理这桶黑火药 四个方式 哪四个方式 一望转移中和宣型 其中前两种方式是暂时有效 后两种方式是长期有效 我们今天先来讲 这个暂时有效的两种方式 它起码在短期内 它能起到效果 首先我们谈一望 一望 这记性太好的人 执行起来有难度 什么叫遗忘 我面对多重压力的事 在这个都市生活当中 我面对多重压力的事 我走 比如说我去旅游 这就是很好的一种 我去了旅游点 我离开了这个纷繁的世事 我可以暂时 把它们抛住脑后 遗忘一段时间 为什么说它只是短期有效呢 我见过这样的人 应该说很多很多的旅游 他们 我们网络上管他们叫旅游 他们去旅游的时候 向往大好的山川 向往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 他们去开拓眼界 挺好 但是有那么一种人 他混迹于旅游当中 顶着一个头衔 我是一个行者 我是一个旅游 我是职业的 其实他去旅游的目的 他去行走的目的 不是为了去领略那些 明山大川 风土人情 世界各地 他不是去为了领略那些 他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逃避 他和那种名副其实的旅游 还是有区别的 那些旅行者 他还是有区别的 那些旅行者 我说停下 我停下来 有一天 是吧 一个工作 或者是自己的亲人 一个召唤 我就回来了 我暂时不去玩了就是了 我该干嘛干嘛 是吧 这是正常的 但是有些人你是叫不回来的 你叫不回来 为什么 我曾经接待过这样一个客户 他去丽江 丽江大家都知道 一个美景如画的地方 然后民风淳朴 现在是一个旅游热点 他去丽江 他去那玩 就是不回来 就是不回来 偶尔坐上飞机回来一趟 是干嘛呢 跟亲戚朋友再借点钱再走 他想逃避开 这些压力 他想彻底遗忘这些压力 比如说我买房 我要还房贷 我为什么要买房 我干脆不买房 比如说我工作 我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要很辛劳 我可能还会受一些气 为了工作牺牲掉 各种各样的个人追求等等 但我干脆不工作 我就在那风景如画的地方 躲在丽江不回来 然后问题出现了 他当时找我是什么 说丽江丽江不是一个好店 我说为什么呀 大家都觉得那好 我也觉得那挺好的 为什么不是一个好店呢 说我都到丽江了 我不想回北京了 可是我在丽江发现 只要我想留在那 我想躲避的所有的事全回来了 我说你要躲避什么呀 什么事回来了 我在北京生活 我得买房 我到丽江生活 我还得买房 我在北京如果想结婚 我得谈恋爱 我到丽江我想结婚 还得谈恋爱 大家听着像废话吧 其实他想躲开的是什么 他真的是因为喜欢丽江才去的吗 他往丽江跑的时候 他是为了躲开一些东西 躲开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 不管这个压力本身是正常或者不正常 他不想承担这些 他跑到那个地方去 他只要一想融入当地的生活 一想在当地定居 所有这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又回来了 丽江这个地方也不太好 那怎么办 继续走 往云南走 往大理走 往国外走 在行走中拒绝停下来 因为只要你一停下来 你就要融入 我们每一个人组成的这么一个普通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有一些压力 正当的压力 你想躲开吗 后来我跟他说 你躲到丽江没用 你躲到大理也没用 因为你永远躲不开镜子里那个人 你一照镜子就会发现 你躲不开谁 你只要躲不开他 你躲到哪都没 除非你舍得 把手机一关 一扔 把自己的身份洗干净 再也不扮演任何身份 不扮演任何角色 然后接下来让自己变得无情无欲 所谓六亲不认 等你把所有的角色洗干净了 所有的社会联系洗干净了 把自身所有的欲望都洗干净了 你才能够彻底的遗忘掉所有的压力 但这个在我们都市人群当中成立了 综上所述 遗忘就是通过躲避的方式 暂时应对身边的压力 那么同样是暂时有效应对压力的方法 转移与遗忘又有什么不同呢 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个 可以让我们在短期之内处理掉这些压力的这么一个手段 叫转移 转移作为我们处理压力管理压力的一种方式 它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对于偏执性压力不成立 那只老虎追我 如果它现在还在追我 我是不可能转移的 我一转移 我看着大家 那只老虎就不咬我了吗 我就不害怕了吗 它对于偏执性压力不成立 但是转移它是不是暂时成立的 是 比如说 那个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刮骨疗毒的故事 刮骨疗毒 关羽在战斗当中受了剑伤 但是那个剑呢 是有毒的 一剑射在他的手臂上了 他是有毒的 这个时候明依化驼来给他治病 说 关将军您这个剑伤啊 只有用刮骨的方式 才能够最终解决 因为这个毒性啊 已经入骨了 说要不然给您上点麻药 关羽说不用 我为降者 这点疼受不了算认为 然后华佗说 那我就给您动手治了啊 说治 说把关瓶叫进来 把关瓶叫进来干嘛 来 咱一人俩下牌齐吧 然后一只胳膊 然后华佗 一刀拉开 没有麻药啊 一直拉到身可见骨 这种疼痛是不是躯体压力 远比牙疼要疼 然后呢 拉开之后 不光要把被毒 剑毒所侵害的机体给割掉 然后还要去刮骨 用一把钢刀 在骨骼上 滋 滋 这样刮 把上面的毒素刮掉 疼吗 这书关羽在干嘛 在跟关瓶下围棋 满脑子想的是什么 金脚银鞭草肚皮 我怎么赢你 转移了 他把注意力全都转移到这来了 转移了 对于各种各样压力 如果你想实现转移 当这个压力源激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要想对它进行转移 首先要要求有一颗坚强的心 有一个坚强的意志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对于一些小的压力源 一些很不起眼的压力源 我们能不能转移 这幅图 大家一定能熟悉 一定能熟悉 社交网络 熟悉吧 里面那一个小游戏 在干嘛 在干嘛 有几点了 快了 快了 什么快了 雷鸣他们家菜地快熟了 我得偷去 昨天他刚把我们家萝卜拔干净了 这时候压力还想得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然后在偷的过程当中 偷菜的过程当中 又拔了一个 高兴 那压力还想得起来了 他种的东西这么值钱 转移了吧 用的是什么方式 心理学的方式叫代币满足 对吧 我偷他一颗菜 这个挣100 我偷他那颗菜 有可能挣200 全是虚拟货币 但是用虚拟货币给你带来的满足感 让你觉得你好像真的 占了他100块钱的便宜 代币满足 对不对 所以就是社交网络上这些小游戏 每一个都有他的心理学意义 为什么他会很快的风景 比如说偷菜 偷菜等于什么 等于转移 转移的同时是不是也意味着遗忘 对压力的转移 对压力的遗忘 然后同时意味着代币满足 你看我今天占了他多少钱的便宜 代币满足 而且他还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人际补偿 什么叫人际补偿啊 你住中关村 我住在南四环 我想见你一面 好比说咱关系不错 我想见你一面 我得多费劲 开始说去 一块吃顿饭 外面的娱乐场所也有限 是吧 但是现在呢 有了这样的 有了这样的社交网络这种方式 有了这样的小游戏 我人不用从我的办公桌前站起来 我跟你的人际关系就能成立 人际关系里面成立什么 一失一受 我去你家的菜地给你松土 我失你受 人际关系成立了 你来我的菜地里偷菜 人际关系成立了 又是一种满足 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会暂时的遗忘掉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转移方式 但是 其他的转移方式存不存在 你比如说 在职业领域当中 八卦 你说女明星那点小破事跟你真有关系吗 是吧 谁谁谁整过行了 是吧 谁谁谁又和谁谁谁在夜店里 被这个 娱乐记者用照相机的镜头捕捉到了 这跟你真有关系 但是 我说的过程当中 我说的过程当中 我一说 你们不知道 你们都围着我听 我高兴 但是我在跟你说这个八卦新闻的过程当中 跟我现实的所有的压力有关系吗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 我转移了 这老板可能上午刚把我一顿臭骂 我一肚子火 然后下午有一个难缠的客户会来 我应该正处在这个压力的警觉期和准备期 那个客户很难缠的 但是在这个中间 突然之间 一个大嘴巴 哎 你知道吗 那个谁谁谁又怎么着了 就演那个电视剧的那个 你知道吗 真的 其实跟我有关系吗 跟我没关系 我现实当中的压力 该在的还在 但是就是在领导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和那个难缠的客户 既要让我崩溃的这个中间的间隙 就真的转移了 正如雷铭老师所言 转移作为一种有效的检验方式 经常会出现在人们的工作当中 那么在心理学中 对转移解压这种方式是怎么解释的呢 我们这个心理学管一些交流 叫伪交流 交流是分的 分种的 那个真交流和伪交流 什么叫真交流 咱们现在开一会 咱们这部门 那个今年的年终奖就这么多钱 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今年谁的表现比较好 然后这个年终奖我们就给他了 我们来讨论一下吧 这就是张三站起来说 我觉得那谁 李四 他表现不好 他为什么表现不好 为什么表现不好 我觉得这笔钱 应该奖励给王五 然后赵六站起来 错了 要赵你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王二麻子表现最好 而我呢表现比王二麻子更好 所以这笔钱其实应该给我 这些钱跟现场所有这个交流领域当中的 所有的人 是有切身的利害关系的 这叫真交流 这叫真交流 或者你比如说我在这告诉大家 怎么减压 大家在工作领域当中 他就是身在压力之中 我得知道知道这压力是怎么回事 他那三班府是什么 我得学学怎么利用这个压力的警觉期和准备期 我得学学 这算是真交流 但是有些东西 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种种压力没关系 他什么 伪交流 八卦是伪交流 对吧 你觉得明天国安和申华谁会赢 我觉着谁会赢 不对 我还是觉得申华会赢 不对 以前国安赢申华9比1 错你错了 那个时候的国安可不是今天的国安了 然后俩人抄起来 那国安和申华谁赢跟你有关系 谈足球 谈足球 伪交流 八卦 伪交流 挪车 本来就是虚拟社交网络 你跑到人家车位里把车停满了 还是个伪交流 偷菜 还是个伪交流 但是能让我们把我们的压力感受很好的转移掉 能让我们把我们的压力暂时遗忘到脑后 这个我们谈的就是压力的遗忘和转移 但是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有些管理者 他们的规定 咱们办公室里不许养花 你这桌子怎么还有鱼缸 多影响工作情绪 是吧 工作的时候要专心致志 把鱼缸拿回家去 这样的领导存在 你们俩说什么 说点正事 工作是挺紧张的 别老关心八卦小新闻 不见口 这种领导 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是存在的 咱们这个企业的领导者 经常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 你看这些员工凑在一起 天天泡社交网络 你看这些员工凑在一起 三句话就没正经 那个八卦新闻就来了 其实作为管理者需要理解 人为什么会在不自觉的时候 就阐述一些伪交流内容 其实这些领导者他们自己出去 比如说今天晚上公司有应酬 是吧 我们要和对方的大客户一起吃饭 吃饭的过程都是陌生人 坐在一块 说什么 你们家孩子多大了 你夫妻感情好吗 这显然不能说 但是这种人际压力 你又不能让他冷场 怎么办 其实大家设身处地的一想 不管是员工还是管理者 都能够理解 不管是这个社交网络上这些虚拟的小满足 这种转移方式 还是说这个伪交流的这些交流内容 是回避压力 转移压力的一种客观的心理需要 这时候要分辨 有没有人沉迷其中 如果你发现谁沉迷在里头 你该制止制止 该管理管理 但是这种管理是不是要交往过正 是不是要交往过正 这是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压力的遗忘 与压力的转移 我们刚才说了 这是一个短期解决压力的这么一个手段 下一期我们会给大家讲 在长期的职场压力当中 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它 谢谢大家 这一集雷鸣老师为我们讲述了 遗忘和转移这两种减压的方法 然而这两种减压方法 只能做到短期有效 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压力 那么应对压力 有没有长期有效的方法呢 请请关注下集 压力的宣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